咋的你叫你咋说,你咋说,祸入不入死啊 你说,我说你摆在咋了,你说啥 我说啥,你叫啥我说啥 这叫逼宫,这个被逼出来的都是 这个地方是抢咋的 抢咋的,抢咋的 不是抢咋,抢头,这样点的 抢头点的 抢了那种,那种这个,开启都不是对招人中国 反正,一抢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以后 跟这份量,这个,都给我通上访不好 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关键的物证 编织带 就那个无头,也无名的那个尸首 他是在这个编织袋里 给捞上来的 咱们现在可以查看到了 赵作海的老婆 当年的这个辨认笔录 里头写的真正的 赵作海的老婆 亲口说的 没错 这编辑袋 编织袋 就是我们家的 不但是我们家的 他是六个化肥袋子 缝起来的 上面还有两个洞 打着蓝色的补丁 没错 绝对是我们家的 我自己的针线活 我还认不出来吗 这可是赵作海的老婆 当年的亲口说的 所以啊 这个刑讯逼供啊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说你招了就行啊 他怎么能说的 这么有鼻子有眼啊 怎么这么严丝合缝呢 我这个岔开一下 我想起 原来我听过一个段子 这个不一定完全真 说当年呢 这个新疆那个军阀 盛世财 他就曾经这样啊 打 非冤一个人 说他贪了钱了 说他贪了钱了 那人明明没贪呢 那就是打嘛 打到最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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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爹喊娘 然后最后说 我贪了贪了 然后说 你贪了多少钱 我贪了一百万 盛世财那边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贪那么多 打 然后这次 我贪了 我贪了十万 贪十万 怎么可能那么少 接着打 哎呦 最后打的不行了 这人干脆 哎 您是我爷爷啊 你说我贪多少 这盛世财 啊 你贪的钱 干嘛 问我贪多少 打 不就打了多少回 直到这个人说的这个数字啊 接近盛世财心目中的那个数字 这才算罢了 果真呢 咱就说回这事 这个赵作海的老婆今天跟记者讲 他说当年我给抓进去 在里头关了一个多月 头三天是不让睡觉 一睡觉就打 只要我敢说这袋子不是我家的 就打呀 赵作海一路喊冤 却又久度写下认罪供述 而当年警方在办案中 一方面认定赵作海是杀人凶手 另一方面却一直无法确定死者到底是谁 这赵作海 虽然当年是给打得不清 可是他当时啊 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他琢磨着啊 你说一千到一万 那个警里发出来的无头事到底是不是赵震堂的呢 这还难说呀 没有什么证据说明那就是我们村失踪了那老光棍赵震堂啊 哎 不是还有什么DNA的吗 要不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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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警方啊也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就已经是事情上升到这个浙城县公安局 说这个到底是不是赵震堂 赵震堂老光棍啊 他他没有儿女 那他拿什么来比对他的这个DNA呢 要不说我看当地警察啊当年有挖坟的爱好 为了找那个那个石块刚才不是说挖过那个赵作海他爹娘的坟吗 那为了找这个DNA鉴定啊 也挖了老光棍赵震堂他娘的坟 把他老娘的坟给挖出来 把他老娘的那个腿啊 那个腿骨 汲取DNA用来跟这个无头师DNA做这个比照 要不说咱也得差距公道化 像什么比如这种这个刑讯逼供呢 这种情况啊 这毕竟这个案子是11年之前发生的事 这应该说呀 现在咱们的这个公安有了很大改进吧 或者是正在改进 你包括这个技术活也是这样 这个当在11年前当年的那个时候啊 拿多年的人的老娘的这个腿骨来跟这个这个尸首上面的这个DNA做比对 这还是当年公安部的一个新课题 据说这个事啊 还曾经三次送到公安部的这个物证鉴定科 还曾经送到辽宁的一个鉴定机构 所以啊 赵作海在判嘛 但是两年之后 结果回来了 他很失望 为什么呢 这是一没有结论的鉴定 说呀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剪裁 没有图谱 咱也不懂 反正就是说 没法鉴定 既没说这尸体是赵震堂 也没说不是 在当地警方啊 还是不放过赵作海 1999年6月18日 浙城县检察院对赵作海做出逮捕决定 8月 该县公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 将该案移交浙城县检察院起诉 案件报送商丘市检察院起诉处审查 这个尸体的身份问题 它确实是这个案子 这最大最基本的疑点吧 当时商丘的检察院 人家也说了 说你这个无头尸的身份 这是这个案子证据当中存在叫重大缺陷 可是在半年之内 这个公安呢 三次把这个赵作海案送交检察院 检察院三次都打回来了 因为检察院说 你就是你这个证据有缺陷 而且呢 赵作海口供说是他杀了赵震堂 可是商丘检察院发现呢 每一次这赵作海啊 一到检察院就翻供 就说自己挨了很多次打 所以啊 这检方又把这个打回给公安 就这么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赵作海也就一直给羁押着 2001年 刑案清理超级羁押专项检察活动 在全国展开 超级羁押的嫌疑犯或释放或判刑 当年7月 该案联席会议召开 政法委 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和法院经研究认定 该案失源问题没有确定 仍不具备审查起诉条件 不予受理 2002年 公安机关再次进行清理 超级羁押专项检察活动 政法委针对此案组织专题研究会 经过会议集体研究 认为案件具备了起诉条件 2002年10月22日 商丘市检察院受理此案 中国的好多事都是会上定 会上定了结果 下来就是走过程 所以一个月以后 当地的检察院就赵作海案上诉 起诉到商丘中院 商丘中院认定 你赵作海是因奸情啊 因跟那个村花的这个奸情杀害老光棍赵震堂 然后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好像还留了点余地 就是缓期两年执行 一开头这赵作海当然不服啊 要要继续上诉啊 可是啊 没用 最后只得进了监楼 但是啊 一进监狱啊 他发现啊 别有洞天啊 这个心里想我还上什么诉 早该到这来 要不说我一开头就说 他在监狱里头心情好吗 赵正赵作海自己说 他说我进了监狱以后啊 一下高兴了 因为这儿啊 没人打我呀 哎呦 这地方真不错 而且呢 因为他年纪大了嘛 而且呢 他受过伤 身体也不好 所以里头的这个狱警啊 还挺照顾他 就让他干点什么扫地倒垃圾之类的 清活 而且啊 在外头无权无势啊 在里头还被受一点小直拳来 这个狱警啊 看他不错 让他当那个牢头 哎呦 管着其他几百号的人呢 所以啊 他在那里边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而且啊 这个赵作海心里就琢磨着啊 说我也就别折腾了吧 呃 在这里边 你看还获得了两次减刑 因为我表现好 一次是死缓改务期吗 一次是减到二十年 他琢磨着 我要是命大的话 没准七十岁的时候 我不就出去了吗 赵作海 咦 咦 咦